他認為國民黨2020目前都還沒有大戰略 您認為呢 我覺得不但沒有大戰略 而且是沒有一個團結大家的策略跟方法 就任憑大家的候選和各種支持者在那邊互相 那我想我就今天來拿一個大例子 這個大家來看到 我們現在什麼新聞就不說了 這個大家我講的黑鍋 全台黑鍋總司令部就在這裡 破壞黨內團結的元凶 最大支的假韓粉 最大惡極無中生有 今天我可以告訴你們 這個絕無此事的事情被他們說到這樣 而且登的報紙 我覺得說 我覺得大家 只要是有民主自由 只要讓這個 不管是 鍋粉 還有什麼粉 大家受到破壞 都是有些人在操縱 它是破壞 黨內團結的元凶 最大支的假韓粉在這裡 你們可以再登一登我的親筆寫著說 對 我今天 當然 我不會試這個報紙 不然又被 對 但是我親自在上面標記 你們敢不敢登啊 就是說 這是我想的 這種事 莫須有的罪名 就天天在黑鍋 就是黑鍋總司令 這是最大支的假韓粉 最大支的假韓粉 會覺得說這樣的假韓粉 其實不理性 何止是不理性 它等於是 我覺得說 這個 被人家操控 我是一個 會被人家操控的人 不會 因為我出來的理想 是為了全中華民國 國民來服務 我是不會被任何人操控 我只會被親情所操控 我只會被經濟所操控 我只會感受到 人民的搞作所操控 我不會被任何人操控 你說美中貿易戰 是全球第17個 休息的一個陷阱 你認為說 這個會越來越嚴重 但在怎麼說 它有能開五萬會議 我們政府做了什麼樣的反應 我想不是在睡覺 在做什麼 就是說 我覺得說 毫無作為 那我現在開始在推動 很多的這個 各種的經濟論 就是希望 我能夠做為一個經濟人 能夠做的工作 你不覺得說 裝睡的人永遠都叫不起來 對 咬也咬不行 大家沒有辦法把經濟搞好 我想不單是 我這樣子呼籲 我想連民進黨都在講 所以要叫蘇院長說 先把自己的選擇做好 所以我就要問說 那個 在李遠哲上面 簽名一大堆的人名字 有個姓蘇的 不曉得是不是他 你可以去問他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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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